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讲师Clark 咱们本杰克开始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 关于咱们这个页面跳转的一些实现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咱们在点击一个项目运行的时候 你比如我来运行一个项目 打开咱们的大众点评这个项目 有一个页面它会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来跳转到第二个页面 你比如咱们这个就是页面的一个滑动显示 在第一次安装应用程序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找到咱们这个效果,对吧 点击立即进入,它就会来到我们的首页 那同样我们这是第一次进入 如果我们再次点击的时候 同样也是一个欢迎页面 但是三秒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有那种导航页面进行出现 而是直接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面 这个是我把咱们项目当中的一部分功能给提取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功能该怎么进行实现呢 来到我们这个思维导图当中 你比如我们现在要实现客户端 来到我们首页面的时候 首先它有一个欢迎页,对吧 所以呢我在来到首页之前呢 给大家分了三个知识点 一个是咱们欢迎页的一个延时跳转 三秒延时跳转 咱们本节课呢就来实现这个欢迎页面的延时跳转 同样我们来到这个欢迎页面之后 我们针对欢迎页接下来要跳转的页面 有不同的选择实现 你比如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安装了这个应用 我们从欢迎页要跳转到咱们这个app的导航页 这个导航页呢 一般是一些view page这些页卡滑动进行实现的 对吧 然后呢 在最后一页呢 有个按钮点击跳转到我们的首页面进行显示 同样在我们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针对我们这个导航页 它的这个页卡滑动怎么实现的 我们也要进行讲解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先来实现这个欢迎页的延时跳转 那针对欢迎页的延时跳转 我们应该考虑咱们在安卓当中的哪个知识点呢 首先我们可以使用handler handler这种机制来实现延时跳转 同样我们还可以使用在Java当中 大家会用到的一个叫做定时器Timer来执行咱们的固定任务 来我们来到项目当中 项目当中我呢先给它创建一个activity 咱们就叫做welcome start 首先创建一个页面 我们让这个页面成为一个activity页面 同样呢我们给它重写里面的oncreate方法 我把这个页面 关联一个布局 咱们给它set contentview 二点layout 需要拿一个页面布局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用一个页面布局写一下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页面布局 比如我们就叫做welcome 根接点我们给它使用这个linearlyout即可 这个布局呢我们用来定义这个延时跳转之前 大家看到的那个大众点评的刚开始的一个欢迎页 经过这个欢迎页实现延时跳转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面很简单 就可以直接指定一个属性 比如我们给它指定这个background的属性 那这个background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页面图片 这个呢也是美工给我们做好围装图片 那这张图片呢已经在我们这个高仿大众扁评资料当中 给大家拿出来了 咱们在素材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图片叫做get welcome 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 从一点击这个app项目进入之后呢 就能看到的一个页面 那我们把这些图片呢 分别的都给它添加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放在咱们这个drawablehdpi当中 好 我们在去引入的时候拿一张图片 我们就可以使用drawable get welcome 那回过来这是咱们的一个页面 咱们让它加载这个页面 延时跳转 可以使用咱们的handler 而handler怎么去实现延时跳转呢 这时候咱们就要看到一个跳转页面 跳转页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intent 而延时呢我们可以使用handler进行 但是这种跳转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handler去延时发送一些消息 并且接收消息 handler去发送消息 我们调用的是send message 或者它一系列的方法 对吧 我们处理消息呢 其实是咱们这个handle message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使用这个handler 直接拿到它的一个callback 我们拥有一个handler点callback 那么这里面它就会回掉它本身的一个handle message方法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handler接收到了一些消息 它就会执行咱们的handle message方法 同样我们这一块整体是一个对象 我让这个对象调用它的send message 比如我们现在让它拿一个send input message delayed的 这个函数的意思也就是我发送一条空消息 并且延迟多长时间进行发送 比如我们给它的walt值等于0 延时的消息时间呢 是一个long类型的毫秒值 我们给它3000 表示延时三秒进行发送 任务的执行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说 你如果发送了一条消息 咱们在三秒之后呢 就会来到我们这个handle message 这个函数当中 去处理接收到的消息的方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页面跳转 但是页面跳转呢 咱们使用的一个函数叫做start activity 我们可以拿进来一个intent 这个intent呢 就是实现在咱们这个页面跳转的一个意图对象 那我们可以new一个intent 在这里面呢 我们指定从哪开始跳转 跳转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的intent也还有很多重载的函数 分别可以使用在咱们的显示跳转和影视跳转当中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拿到的是一个上下围对象 以及要跳转的一个类对象 这是咱们的一个显示跳转 也就是指明了从哪里开始跳转 以及跳转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这里面可以使用这个get application contest 拿我们跳转的页面呢 你比如我们就先让它跳转到myactivity.class 这样一运行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应用程序三秒跳转到我们的my页面 当然我们这个页面写完了也需要注册 来我们给它声明一下 首先让它启动的是咱们这个welcomestart 并且呢我们要把它实现跳转 所以呢我们让这个my页面也得拿出来 好 我们把这个项目运行一下 来运行的效果 首先拿到的是一个欢迎页 并且经过三秒之后 跳转到咱们的一首页 效果已经实现掉 可以使用咱们的handler 当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在java当中学的一个timer task timer呢表示咱们的定时器 task呢是咱们这个定时器执行的一个任务 比如我来写一下 咱们还可以使用java当中 定时器进行处理 比如我们声明一个timer对象 java有tube班下面的timer 我们呢new一个timer对象 并且呢我们可以给这个timer去执行一个任务 咱们这个timer调用它的一个叫做schedule的方法 就可以执行咱们的一个任务 并且这里面传上了一个叫做timer task的一个任务 定时器执行的任务对象以及什么时候进行执行 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long类型的delay 这也叫延时执行我们的一个任务 定时器延时执行的方法 那这个task任务呢咱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timer task 并且呢这个timer task呢它其实是一条线程 所以我们在下面呢给它来一个neblig 比如我就叫做task 让它extends咱们的一个timer task ok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我们就要去实现它的一个未实现的方法 就是咱们的一个run方法 其实它的内部呢就是相当于封装了一条线程对象 而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实现页面的跳转 实现页面跳转调用的一个函数叫做startup activity 同样我们跟上面一样使用new一个intended对象 从哪里开始跳转 咱们叫做welcomestartact 它的this拿到的是咱们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当然大家在这边也可以使用咱们在上面写的这个getapplicationcontest 然后在下面呢我们拿到的是我们跳转的myactivity.class 这种写法使用的是咱们的一个显示跳转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直接new一个task任务进来 并且延时的一个时间 这个delay呢是一个run类型的 我们就可以给它3000毫秒 那这样一执行 它也会给我们显现出来这种延时跳转的一种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拿到我们大众点评 三秒之后呢跳转到我们下一个界面 那么这就是咱们延时跳转所能呈现的 一个是咱们的handler进行延时跳转 也可以使用咱们这个tamer Java当中的定时器 有tube包下面的tamer对象 调用它的执行任务schedule方法也可以 那么这是本节课给大家讲解的一种 叫做延时跳转的一种写法 我们在下节课当中呢 继续给大家进行下面知识点的一个讲解 比如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页面导航页的 页卡滑动的效果 那么本节课呢咱们就先到这里 再给大家看